簽署 代工大廠廣達找上國防醫學院 合作研發新科技AI新電圖 號稱一張圖能判讀出50種疾病 治療醫療是有無限可能的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會往前走 一定有非常好結果 跨入智慧醫療廣達子公司雲達 儼然成為AI浪潮下集團小經濟 就連輝達董事長黃仁勳來臺 都難得脫下招牌皮衣 批在雲達總經理楊麒麗身上 更象徵雙方合作再生化 加上廣達吃下微軟 亞馬遜AI伺服器大單 公司透露下半年將迎來出貨忘記 光是經典全球AI伺服器出貨量 全球17萬台 廣達就佔了16% 穩座雲端服務供應商的主要代工地位 AI領域要用到了 包括說像自駕領域或是車用領域 都有非常多的發展 徹底轉型成AI它其實速度最快 佈局最久的一家公司 早在四年前 林百里就曾斷言 AI將開啟廣達黃金十年 而台廠搭上AI順風車 不只股價飆漲 公司市值跟著翻倍 光是今年上半年市值增加排行前十名 台積電位居第一增加三點三兆 七次廣達三千億 洪海一千八百億 偽創創意圍影 聯發科通通上榜 AI概念股搶下七席榜單 受惠全球AI需求 台廠蓄勢待發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